大學老師跟學生主公會承認自己是勞動者 這件事情應該是台灣歷史上第一件事 學生勞動在學校早已經是必要的一份人力 那這種不穩定的僱用不穩定的關係 使得我們無法完成真正的教育的目標 拾起這個代表著高等教育精神的帽子 整個高等教育現在是被政策所踐踏 我們要把它拾起來 重拾高等精神 保障勞動條件 保障勞動支援 保障勞動支援 那很多人都會問我們 為什麼大學老師 職員 學生 必須要主公會 大學已經不再是過去 大家覺得傳到 授業解惑的地方 為了追求卓越頂尖 許多大學老師無心教學 只是一昧的追求 研究績效 甚至導致生病過勞死的狀態 這些個案 我們其實常常在報紙上看到 從教大到四星都有這樣的個案出現 現在台灣的博士畢業以後 有部分的人力是進入到大學裡面教書 那我們念了非常非常久的書 然後在接受這個高等教育 有一部分為了貢獻自己的知識的力量在這個大學校園裡面 但是基本上兼任老師 它逐漸的變成是私立大學跟許多的技職體系 採用老師的一種方式 譬如說一邊的之前不適任的老師 然後一邊大量的啟用所謂兼任老師 所以說現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大學的系所裡面 其實使用了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的兼任老師 這一兼任老師基本上第一個 他沒有健保 第二個他也不會有退休金 他的工作時數一個學期一聘 所以並不是我們長久以來都有固定的兼任學分 我們有可能從兩學分一直到二十幾個學分都有可能 這個是所謂的非典型的雇用條件下面 我們基本上是不可能做任何的學術研究了 第二點是我們這邊有一張牌子 兼任老師基本上他要兼任學分必須每天要受課到十個學分 基本上也超過了一般專任老師的要求 但是我們能夠領到只有基本工資 而且一個學期所謂的月期 我們是按照上課的週數來進行領薪資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學年支付的薪水只有三十六週而已 三十六週而已只有九個月 另外三個月基本上我們是沒有薪水的 那我覺得這樣的勞問條件需要教育單位以及全部的人一起重新來思考 我們是不是需要這樣的薪資結構 對於所謂的健身老師來說 這樣是不是公平的 大學為了要減省經費開銷 所以大量的縮減他的人事費用 那專案老師的福利剛剛我說的有些被轉成兼任 那另外就是職員跟所謂的公讀生跟助理的大量使用 某一些學校 私立大學 他們已經不再聘用正式的職員 而是用一堆公讀生排班式的來解決 學校例行的行政問題 那你可以想像那個學校的系統行政問題一定非常的混亂 因為那些公讀生都是一問三不知 因為他才剛來公讀 然後公讀完又換下一個 那像這種大量節省人力資本的方式反映在資源 甚至反映在工友上 清潔工幾乎連國立大學都改成外包 那我們其實看到外包的這一些清潔工變成學校最底層的勞動力 那實際上大學絕對不是企業 也不應該用企業的精神跟態度來經營 特別是國立大學 因為他拿的是國家的補助金 但是他在他的底層勞動裡面 他就用了大量的外包清潔工 用了大量的底層勞工 那這豈不是給我們的學生一個反教育 就是說你們以後出去其實也同樣的可能必須要面對 現在現實就是這樣 你們可能也是外包或者任命的去變成非典雇用 那我覺得這完全違反大學的精神 尤其在國立大學裡面 你既然是國立大學 你有穩定的教育的經費補助 你基本上就要保障所有的就業者的勞動 不應該仿造民間企業團體去做非典的雇用 像我這樣子的人兼具學生和勞工的身份 我們稱之為學生勞工 排大公會目前主要就是由像我這樣的學生勞工所組成的 學生勞工在校園的處境相當的惡劣 有多惡劣呢 我們剛剛有提到 在前幾年我們做了一份調查報告 一萬五千名的研究生裡面 有兩成的學生勞工每週工作超過八十個小時 每小時的薪資低於一百一十二元 在這樣子惡劣的情形下 學生根本沒有辦法專心的學習 研究生根本沒有辦法投入自己的研究 如果這個數據屬實 那就是有超過三千名研究生有的血汗勞動 台大到現在還是不肯面對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台大公會在這邊有兩點訴求 一點是而且改善校園勞動條件 所有的兼任助理教學助理行政助理 都要納入勞基法保障 學校也要提供我們適當的勞資溝通空間 第二點我們呼籲在這裡 所有大學的勞動者一起出來成立公會 一起對抗目前資方壓迫勞工的事實 所以台灣的高等教育已經到了一個必須要改變的階段 隨著少子化而來臨 我想這個高教的體制微微欲墜 身為高教裡面的一份子 我覺得我們有必要要站出來 向社會大眾揭露當前高教所面臨的所有的問題 包含非典僱用的問題 保障勞動尊嚴 從時高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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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勞動尊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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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